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年供应时电影海报的宣传语是三个美丽女子 一个爱钱一个爱权一个爱国 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有没有根据 总之这段评语非常符合大众的刻板印象 此后就众口溯精了 然而你才对了宋美玲亲自看过这部电影 她对此剧的评价是剧中人物性格不像自己和亲人 大部分情节都是编造的 现实并没有发生过 比如本剧强调蒋宋联姻是宋矮玲一首主导的 电影播出后这似乎就成了定论 其实当年宋美玲看了之后哈哈大笑 是我自己想要嫁的 大姐一开始也不同意 是我说服了大姐 所谓的历史真相往往都是如此 总是众说纷纭彼此矛盾的 不过真心相爱也好 政治联姻也罢 蒋宋联姻确实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婚姻 改变了亿万人的命运 这次我们就来细说那一年发生的故事 先从蒋总司令的处境说起 当时他的情况并不太妙 跟普遍的历史印象大不相同 清党后的蒋介石并没有因此而大权在握 反而是很快就陷入三面受敌的困境之中 哪三面 首先当然是恨透了蒋介石的共产党 从此双方就成了死敌缠斗数十年 再者就是高举评判大旗的武汉政府 最后还有刚刚被蒋总司令赶出南京 此刻正在北方正干爹的孙传芳 共产党此时还没有直接威胁蒋介石的能力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汪主席与孙传芳的前行攻势 1927年7月武汉政府正式出兵讨奖 带队的有唐生智、陈钱、张发奎 都是些向来与蒋介石很不对盘的实力派 这些人是不可能用收买笼络络的 只能拿出主力部队应拼啦 主力部队在哪?正在追及孙传芳呢? 左陆军李中仁、中陆军白崇喜、右陆军何应青 这时正在包围徐州的孙传芳 正要下死守 大本营集电到了 如果继续围攻 孙传芳肯定是完蛋了 但是南京方面估计也要拱手让人 只好回防 留给孙传芳败复活的机会 眼看着北伐军队伍当中最精锐的部队 新贵系加黄埔系 就要对上铁士军来个兄弟系抢了 没想到蒋总司令互不担心 新贵系反水了 李中仁回到南京周边之后 先是以城前秘密达成协议 互不攻其 坐待蒋介石垮台 然后又联络第26军军长周凤奇 一起软性罢工 给蒋总司令上上压力 这周凤奇是何许人也 此人是孙传芳的旧部 原本是浙军第三师的师长 后来眼看着孙传芳大概快不行了 从战如流 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军 跟他一起被改编的还有个更知名的人物 浙军第一师师长陈怡 是的 就是引发228事件的元凶陈怡 此人出身浙军就在此时转投国军 在周凤奇与陈怡被改编之后 就被派往上海执行清党任务 之前我们说清党时说过 白宗喜带着26军在上海大肆补杀中共 当时跟着打下手的就是周承二人 那时蒋总司令认为 这些浙军跟黄埔系毫无瓜葛 所以动起手来不会有估计 比较放心 没想到限制报来了很快 正因为这些人跟黄埔系毫无瓜葛 所以打孙风仗追其落水狗孙传芳没问题 可在父辈受敌时要叫这些人打硬仗 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各种不配合 这时蒋总司令身边真正能打硬仗的 就只剩下和应清代的黄埔系啦 但是敌系部队分身乏术啊 眼下敌人从两个方向攻过来 熄灭由武汉政府气势汹汹的平叛部队 北面有孙成芳败了干爹后扩编的直辱联军 不得已 只好留下黄埔系主力守南京 然后蒋总司令轻率杂牌军北上 到徐州应付孙成芳的挑战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能猜到结局了 孙成芳用诱敌深入的战术 把蒋总司令率领了这支杂牌北伐军 打成的权限溃败 蒋总司令仅已生免 这场徐州战斗发生在1927年7月底 然后奇妙的蝴蝶效应发生了 中共救了蒋介石一命 怎么说 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日期吗 1927年8月1日 这一天是中共第一次武装夺权的日子 也是蒋介石从徐州败退回南京的时间点 所以汪主席没能趁其一曲拿下南京 而是得赶紧指挥张发奎镇压南昌起义 然后再一路追杀南下广州的共党部队 这就让蒋总司令暂时躲过了灭顶之灾 更有意思的是 因为中共发动武装夺权 现在武汉政府内部对蒋介石的反感 就都被共产党吸走了 所以1927年8月初 中共正式发行武装暴动后 汪精卫与蒋介石都突然意识到 共产党才是国民党最大的敌人 蒋的清党汪的分共 事后看来都变成合理的选项 所以您和双方政府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共识 必须搅共了 国民党内讧有个特色 来得快去得也快 既然南京与武汉方面有了新的共同敌人 那么合作就只差一个居中协调的人 而这个人在1927年秋天是现成的 就是冯玉祥 越看中国现代时越觉得冯玉祥这个人不简单 你别看他照片上显得五大三粗的 其实此人的心思非常缜密 在北洋军阀当权之际 他游走于北方各大派系之间左右逢源 最后成功拉起一批失忆者建立西北军 而且走的时候还各种倒打一耙 让被他出卖的人没办法找他算账 段祺瑞、吴佩甫、张作霖都吃过他的亏 然后眼看零二龙共在南方搞了风生水起 他就顺势接受苏联的邀请 前往摩斯科访问 游走于苏联、北洋派、广州国府三方势力之间 一边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一边拿着苏联给了援助 不断壮大实力 等到孙中山过世 宁汉分裂之后 冯玉祥一方面宣布支持汪主席 所以要改编部队参加北伐 另一方面却也找手亲共 把苏联安排在他身边的邓小平等人 磕磕气气的请走 然后派人与蒋介石密谈入伙的条件 这种拉一派打一派布局谋划的能力 放眼整个民国政坛都是很少见 他的角色非常像楚汉相争时的韩信 当年项羽与刘邦敖战对峙 旗鼓相当之时 曾派武社前去见韩信说 当今二王之势 权在足下 右头则汉王胜 左头则相王胜 如今的冯玉祥就有这种举足轻重的分量 而且他并没有像韩信那样 坐等刘邦来收编自己 而是主动出击调停双方的争议 冯玉祥发力的时间点抓得非常巧妙 此时蒋总司令内外交困 汪主席父辈受敌 都无法拒绝冯玉祥的提议 否则万一冯玉祥倒戈支持对手 那自己这边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于是林汉双方很快大臣合作默契 南京方面表示 欢迎汪主席到南京执政 武汉方面回复 汪主席愿意去南京赴任 但是有个条件 是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 不是与蒋介石个人合作 言下之意就是 要我去可以 蒋介石必须下矣 这相当于楚汉双方谈判 刘邦那边要求夏宇退休 为什么汪精卫的条件这么硬呢 因为此时蒋介石已经重判清理了 8月8日 新桂系首领李中仁跳过蒋介石 直接发布通电给武汉国民政府 希望进行善后 言下之意是 可以代表南京方面与汪精卫合作 蒋总司令此时刚从徐州败退回到南京 他当即命令新桂系二号人物白崇喜 部署部队与武汉方面作战 但是遭到白崇喜的公开抗命 根据几则史料记载 当时蒋介石曾指示李白二人 和汪精卫谈不拢就开打 先打服了再谈 但是两人联名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理由是 大敌当前不能内讧 宁汉合作势在必行 这个理由把蒋总成定气得够呛 但是形势比人强 当年从广西来的这几个老表 已经伟大不掉指挥不动咯 此时单靠黄埔系的力量 已经不足以支撑他总司令的地位了 何况 何以兴等人的态度也很消极 如果真的全盘翻脸 黄埔子弟兵有几个能为他蒋介石卖命 那还真的很难说啊 还好四面楚歌的蒋霸王并不需要自问 8月13日 蒋介石通电全国 此时下野 蒋介石人生第一次登顶尝试宣告失败 中国有句老话退一步海阔天空 事后看来蒋介石退这一步 的确是为自己换来了足够的回旋余地 所以他的形象一下子高大起来了 在公领域上 他的亲党现在已经成为党内共事了 国民党内已经没有人在指责他了 而对他私德的批评 也因为他选择下台避免纷争 赢得了顾全大局 保全北伐基业的光荣形象 另外 蒋介石的这次下野也缓解了儿子蒋经国在苏联的危险处境 则是另外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以后我们有时间再用方外篇来说说 总之蒋介石在40岁这一年算是走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他靠三年的努力一度攀升到很接近巅峰的位置 然后又在几个月之内落得一无所有 这种大起大落不曾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 如果他在这个时间点就转身离开的话 那后来中国历史不知道会走向何方 不过我们都知道他并没有放弃 那么他是怎么东山再起的呢 蒋介石向来自认是个标准的儒家信徒 讲求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现在治平暂时谈不上了 那就回到齐家吧 我本来不太喜欢说正式人物的私生活 不过蒋介石的这段私生活故事 与现在中国的命运牵连太深了 必须得说说不然搞得清楚 先来说说蒋介石的家庭生活吧 到1927年为止 蒋介石已先后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任夫人毛福梅 这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 不识字裹小脚 属于封建包办婚姻 两人成亲时 蒋至亲只有15岁 这注定是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 唯一被世人铭记的 就是两人的孩子享亲国 第二任夫人姚野成 是一位失足妇女 属于蒋介石的侧氏 姚氏终身未遇 但扶养蒋伟国长大 第三任夫人陈杰如 1906年出生于上海 家境富裕 夫妻是经营职业的商人 12岁时就读上海爱国女子中学 就学期间解释张静江的女儿 此后她就经常出入张静江家 两年后陈杰如在张家做客时 偶然见到了来访的孙中山和蒋介石 21岁的蒋介石对陈杰如一见钟情 并展开热烈追求 电视上不能播的那种追求 蒋介石的追求让陈杰如不知所措 但是后来陈小妹对蒋 逐渐有了好感 理由请参照这张照片 不过陈杰如的母亲很谨慎 在请人调查后发现 蒋介石已有一期一切 并且没有正当的职业 革命者似乎不能算是一种职业 于是拒绝了蒋介石的求婚 不过蒋介石不是普通的革命者 他之后站着孙中山张静江两位 前大总统跟江南巨富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蒋介石也事实表达有意名媒正取 最终这门亲事得到陈母的首肯 婚前蒋介石向陈杰如声称 以语言配及适切脱离关系 并许诺 你将是我独一无二的合法妻子 终于在1922年两人结婚 这段婚姻显然是有爱情基础的 不过青年婚姻生活并不算太美满 因为没有正当职业的蒋介石 经济来很不稳定 但家境富裕的陈夫人花钱大手大脚 两人经常为此起争执 然后蒋介石就继续革命去了 那么宋美龄是什么时候登场的呢 1922年两人出事于孙中山家中 那是一场熟人才能参加的联谊聚会 当然了 所有人都知道蒋介石已婚 所以接下来四年两人只是普通朋友 直到1926年情况才开始有变化 根据学者对蒋介石日记的整理 宋美龄第一次出现在日记当中 是在1926年1月17日 当天蒋介石写下 时时候行第三期学生毕业典礼 孙夫人与其妹异道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直到一年多之后 宋美龄才再度登场 1927年3月21日 当天蒋介石写下 今日思念美眉不已 从孙夫人其妹到美眉 显见两个人的关系已经不一般了 对比一下蒋介石的人生轨迹 这一年多这是他事业的黄金上升阶段 筹主黄埔军校经历中山剑事件 发起北伐战争都发生在这一年当中 这三件事让蒋介石的地位火箭般上升 到了1927年春天思念美眉之时 他已经是位高权重的蒋总司令了 其间两人到底是怎么互动的 外人不得而知 但是肉眼可见的是 在这一年里 从校长变成总司令的蒋介石 终于能进入宋家的亲密社交圈了 那么两个人的婚事能成吗 阻力很大 除了宋美玲自己说的大姐也不赞成之外 二姐宋庆龄 哥哥宋子文和母亲宋太夫人 全都反对蒋介石和宋美玲的恋爱关系 不过反对的理由不太一样 宋庆龄和宋子文是基于政治立场 这两个人此前都站在武汉政府一边 反对蒋介石的亲共政策 当然不希望小妹嫁给这位政治上的对手 宋太夫人则是对蒋介石的婚姻忠诚度不放心 有妻有子不说 还有妾有情人 我的三丫头岂能嫁给如此的男人 这些说法建于宋家人的各种回忆口述 可心度相当高 那么该怎么克服呢 此时的蒋介石保经政治斗争的洗礼 早已不是当年追求陈杰如时的论头亲了 他深知决定这段婚事成败的关键 就在未来岳母宋太夫人这一关 必须集中所有资源突破这道难关 只要妈妈同意加上美媒助攻 其他人的反对都不算什么 于是蒋介石拿出三道板斧 第一道眼不见为敬 1927年8月 蒋介石把现任夫人陈杰如送去美国读书 为期五年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疑惑 陈杰如怎么可能会愿意 换了任何一个女人应该都不同意吧 蒋介石是怎么说中老婆 让他另举新欢的呢 这种高科技说服力多年来一直是历史谜团 直到相关人士都去世多年后 陈杰如回忆录出版问世 相关细节才算是有了一个当事人说法 以用前先声明一下 目前史学界对这本回忆录的真实性评价 属于仅供参考等级 我只以用其中几则争议比较小的部分 如果对更多八卦有兴趣请自行谨慎阅读 根据陈杰如回忆录的说法 蒋介石是用国家大义的名分劝陈杰如退让的 具体来说是退让五年 让我和宋美玲结婚 以便获得必要的协助而继续北伐 脱离汉口而独立 这只是一场政治婚姻 我的处境很危险 我必须在你的帮助下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如果我贯彻此一任务 中国就有救 我也可以活下去 不然我将因失败或失望而死 你不愿意看见这种下场吧 坦白说对照当时的情境 这也不完全算是说谎 然后就是最狗血被引用最多的那段话 五年后与杰如恢复夫妻关系 如果我违背誓言 任凭佛祖惩罚我和我的南京政府 并将我永远放逐国外 这段压力flag的意味实在太浓厚了 如果我是编剧 我都不敢这么编啊 不过这段话的确建于陈杰如回忆录 可信度有多少 大家请自行判断吧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 陈杰如很快就拿了船票 搭上前往美国的轮船啦 不管蒋介石说了什么 他成功了 送走先任妻子以后 第二道板斧来了 睁眼说瞎话 蒋介石写了一份基本与事实不符的声明 在上海销量最大的申报上连灯三天 这段鬼话我懒得念 大意就是 召告天下 我蒋介石现在是单身 熟悉蒋介石生平的人 当然明白这是鬼扯 但是外人可不会知道其中的子丑银帽 上流社会的人最讲求面子 蒋介石这样做 甚至给足了宋家面子 打铁趁热 登报当天 蒋介石就向宋美宁求婚 然后爱情的力量发动了 在蒋介石事业陷入低谷 而且娘家的母亲兄姐都不同意的情况下 宋三小姐居然接受了求婚 从什么角度看 这都只能说是爱情 因为凭蒋介石当时的促进 他不可能强迫宋美宁嫁他 不过现在蒋介石还得过岳母那一关 所以他拿出第三道板斧 见面三分情 9月28日 求婚成功的蒋介石宣布 即日起赴日本访问 蒋介石去日本干什么 因为未来岳母宋太夫人 此时正在日本神户的油马温泉泡汤疗养 蒋介石此行是恳请岳母同意婚事的 与蒋介石一同前往的还有宋子文 看来此时蒋介石已获得宋家的支持 那么就让下野的蒋总司令先忙他的私事 我们先回头来看统一时间点的中国证据 1927年8月中旬 正当蒋介石在忙着求婚之时 汪精卫发表迁都南京宣言 正式宣布迁都南京 然而汪主席再一次的失望了 汪主席向来最恨军人干政 本以为满身军阀习气的蒋介石一走 从此国民党就可以恢复以党治军的优良传统 没想到进了南京城才发现 李忠仁和白宗席永兵自重 根本不把他汪主席放在眼里 发生了什么事 国民党右派极端组织又回来了 当年在中山剑事件以后 汪奖联手打击西山会议派 先是开除成员党籍 然后再宣布为非法组织 算是把国民党右派彻底给打了下去 但是这些人党龄身后 关系往绵密 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去除的 表面上看不见是因为人家潜伏了起来而已 此时野心婆婆李忠仁找上了这群右派 因为李忠仁的新贵系虽然真的挺能打 但是在国民党内的资历比黄埔系还单薄 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派系撑腰 那蒋介石昨天怎么滚蛋的 他李忠仁明天也得怎么滚蛋 于是李忠仁在汪精卫抵达之前 就先斩后奏单方面宣布 撤销此前一切处分 所有党职一律恢复 汪精卫祸报后被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 当然不认这笔糊涂上啊 于是唐僧次的东征军继续摆出进攻姿态 看来是有意要武力解决 正当双方剑扒弩伤之际 长江北岸也来人啊 谁呢? 孙船方 1927年8月25日浮晓 孙船方带了6万人马 正在悄悄渡过长江 必须说 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不是白当的 孙船方的反攻来了恰到好处 孙船方敏锐的发现了北伐区的防守弱点 就在南京东北方的龙潭镇 龙潭镇北临长江二手渡口 西有七峡山 南有宝华山 妥妥的异守南宫 镇上还有龙潭火车站 一旦出席不易占领此地 就可以以上三世抵挡来自南京的反攻 还能切断沪宁铁路的运输线 把北伐军一分为二 有利于迅速拿下南京 为什么说一分为二呢? 当时南京国府的主力部队 是黄埔系与新贵系 黄埔第一军主力 驻守在南京东面的沪宁铁路一线 龙潭火车站一丢 第一军就被切成两段了 这种部署是蒋总司令下台之前决定的 因为当时蒋介石人不在上海 就在浙江老家 把嫡系部队安排在身边 自然是比较放心的 而另一支主力 新贵系的第七军 则布置在南京西面 防备唐生寺的东征军 所以龙潭火车站就成为 北伐军东西两部的枢纽 问题是 此时蒋总司令刚刚下野 黄埔系与新贵系产生了很大的嫌隙 在布防的时候交代的很不清楚 就把这个关键点暴露给孙传芳 孙传芳在南京方面经营多年 对这里的地理形式与自然环境 辽如指掌 首先他选择了最合适的时机 展开偷袭 一个有浓雾的清晨时分 而且为了确保这场偷袭万无一失 他还重金收买了南京国府 海军司令杨树庄 这位半年前才起义入伙 加入南京国府 革命意志并不是那么坚定 拿钱没什么心理负担 由于准备工作做得这么确实 孙传芳的部队渡江非常顺利 渡江之后顺利展开部队发动攻势 一举就拿下了战略目标 龙坛火车战 此时周围的北伐军才大梦出行 孙传芳算是拿了一个旗开得胜 等等 为什么这么顺利啊 两个月之前不是还说 孙传芳遭到北伐军三路围困在徐州 差不多要交代在那了吗 就算后来南京方面撤回主力 孙传芳所不应该也损失不小吧 为什么一个多月之后就龙金虎猛了起来 这是有原因的 先说北伐军自己的原因 此时南京国府正处于最虚弱的状态 先是在徐州吃了一个大败仗 各路杂牌纷纷溃散 气势上就先输了 而比较精锐的部队又各怀鬼胎彼此牵制 根本无法发挥全部战力 比如说蒋介石下野后 王补熙基本上就按兵不动了 一如蒋介石叫不动白冲喜 李中仁当然也叫不动可应青 而且羽王金会撕破脸之后 西边的唐僧智就动作平平 李中仁根本不敢把西面的主力部队掉开 不然唐僧智很有可能就入主南京了 再者孙成芳此时是孤注一池 他之前起家的精锐北洋第二师 已经在几个月之前被北伐军打残了 此时手里下的六万人马 其实是龙蛇混杂战斗力很一般 不过孙成芳卫的提高战斗力 想出了一个损招 破釜移中 被他派过长江的那批士兵 只带了几天的干粮 而且江边可没有退路 运兵船在士兵渡过长江后 就悉数开回北岸 交督战队看管 这些士兵被告知准死不准退 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拼命向前 于是一站建功拿下了龙蛆火车战 消息传出南京城人心惶惶 几条出城的马路都有长长的逃难人潮 这是北伐开始以来最危急的时刻 如果被孙成芳夺回南京 那么黄埔系和新贵系必然速导胡孙善 但靠武汉政府的那几个旧军阀 搭配永远在倒戈的冯玉祥 拿什么统一中国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李中仁力往狂澜了 他单枪匹马找上了何应卿 根据他的回忆 当时连第一军军长何应卿也在打包了 因为老蒋陈秘密祖夺他 留得青山寨 李中仁单刀直入 把当前的形势一说 问何应卿是否能留下同声共识 基于某些我们实在无法确定的原因 何应卿同意了 然后反击战开打 双方协调好东西夹击孙船方 李中仁指挥新贵系汉将夏威和李明锐 率帝西军主力 自南京向东进 攻击龙潭火车站附近的西侠山 何应卿则亲率黄埔系第一军 直冲龙潭火车站 两路大军夹击 效果如何呢 牺牲惨重毫无进展 为什么 一来 第一力在人家手中 孙船方华军队对此地非常熟悉 占据的都是关键制高点 第七军想养功拿下七侠山 会暴露在敌军火力覆盖下 那自然是伤亡惨重 二来 第一军战力分散 无法压倒对手 怎么回事 刚刚说啦 失去龙潭火车站之后 第一军就被分割成两半 此时何应卿指挥的西路军 只有一半战力 而东路军那边没有指挥官 无法合力 加上孙船方的士兵只带三天干粮 是没有退路不胜即死的哀兵 所以双方打起来都伤亡惨重 打了三天 胜负上在卫丁之天 然后有个男人回来 不是江总司令啊 别误会 人在谈恋爱呢 失去上海抽奖白冲席 开战隔天 他就乘着火车赶回来 此时正好抵达龙潭火车站东面 白冲席酒精沙场经验丰富 他当即下车就近指挥东路军 第一军主力在他的带领之下 自东向西攻击龙潭火车站 就这样 北伐军打出了完美的反攻 孙船方被重重围困了 这场战争持续的六天六夜 除了白冲席的意外加入之外 其实没有太多戏剧性的情节可以描述 就是双方拿出使命硬拼而已 结果是 北伐军两大主力 三王合计八千余人 这是北伐以来最大的伤亡 白冲席在回忆录里面说 是以敌我两方 甚至尸体遍地 海谷营业 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 尸臭仍然逼人 不过北伐军获胜 因为孙船方的六万大军 基本上被包了饺子 被俘师旅长数十人 被俘官兵五万人 缴获枪支三万支 此后孙船方的军队就不存在了 然后孙大帅本人则皈依佛门去了 后来学者整理双方资料 找出了孙船方战败的原因 但仗有两点 其一误判形势 补给跟不上 只待三天干粮 但战斗却打了六天 断粮三天的部队还能期待吗 其二 被唐僧志给卖了 战前孙船方与唐僧志有密约 同时出兵攻击南京 但是开战之后唐僧志爽约了 于是李忠仁趁机将防备唐僧志的桂西金瑞调毁 这才让孙船方的部队被困死在阵中 那么唐僧志为什么不动手 因为他想趁双方打个两败俱伤后再来捡便宜 当然很快就知道这样做了代价 总之 此战打赢后 南京国府的形势就稳住了 不但北洋军阀再也不能过程威胁 连武汉政府那边也不能再登主导权 对于此意有不少国民党元老印象深刻 于又任曾写一连称此意是 东南一战无余敌 党国千年重此词 可以说这一仗奠定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国的基础 等等仗都打完了 那下一个的蒋总司令呢 别急 人家正谈恋爱了 给他放个假 下一期他就回来上班了 回来上班 是的 蒋介石靠着这场政治联姻 很快就重回领导岗位复刑事事啦 北伐第二阶段即将开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您会喜欢 更感谢会员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拜拜